南投草屯的雷藏寺 举办护国祈福法会 由连生活佛亲自主持 希望齐聚众人的力量祈祷 为国家带来安和 今年与会的 还有远从关岛来的议会议长 护国祈福法会 善能信女万人齐聚 以佛教界最高的原始佛 阿达尔玛佛为主尊 集结心力祈祷 赐福台湾 人越多的话 这个会 它很容易感应 帮助整个台湾 还有世界 都可以能够得到 这个祥和 跟这个平静 信徒新成意念 愿国家远离灾害 也来听师尊连声 活佛开示灌顶 佛法上的一些开示 让我们开智慧 还有就是说 能够得到佛刚的铸造 我们能够福慧增长 参加法会的 还有远从关岛来的贵宾 议会议长 谢谢传教到当地 也送上传统乐器 脸身活佛则回赠两本著作 另外也提新人证婚 同心跟同德的夫妻 想问你们是不是 希望都能夹和万事亲 最后在众人的助导下 祈求新的一年 国运昌隆 国泰民安 明星期新闻赖佩军 按照报道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